韦诗豪的脾气又上来了 但这一次所有的中国球迷都在为他打气 甚至有人给韦诗豪送上了一个外号 抗日英雄 12强赛中日之战的第二场 当国足被日本队全面压制之后 李小鹏终于做出了换人调整 所有人心心念念的爆点韦诗豪终于得以登场 果不其然 憋着一口气的韦诗豪在上场后 进攻明显有了改战 而面对一个位置不算太好的任意球 韦诗豪直接选择来一脚爆射 球速极快 质量也不错 看到这脚射门后 南野拓尸不干了 陈锋的记忆涌上了他的心头 原来早在亚青赛里 韦诗豪就曾带领中国国庆2比1 击败了南野领前的日本国庆 而韦诗豪就在那一场比赛中 用一脚任意球洞穿了日本队的大门 曾经的一生之敌 如今见面也愤外眼红 南野更是在韦诗豪打门之后 直接上前挑衅了他 可这一次却变成了南野的全面碾压 曾经的韦诗豪是南野拓尸追不上的少年 如今的南野却也成为了韦诗豪触不可及的梦想 那么在你看来 韦诗豪和南野谁的实力更强呢